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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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我不客 拿鐵頻道 今天要去玩什麼FIFA 我要活下去 如果沒有訂閱拿鐵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打開通知鈴鐺 才不會錯過新的影片通知哦 好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呢 4月30號呢 官方會 送出一個新的寵物啊 龍恩 好 在龍恩的部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個影片 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這裡看到就是六角恐龍龍恩 他應該是娃娃魚吧 然後可以看他長得非常的肥Q 看起來是喜歡吃蛋糕的寵物 然後他身上有一個游泳圈 是怕溺水嗎 OK 吃完蛋糕後心情非常的滿足啊 開始跳了龍恩之舞 然後呢 抬起他的小肥腿 這邊可以看到龍恩的部分呢 他就是一個游泳圈 的娃娃魚吧 六角龍嘛 娃娃魚 然後大致上來講他的大小其實也滿大隻的 FIFA的寵物其實都還滿可愛的 好 這樣我們就分享一下寵物的技能吧 好 寵物的技能的部分呢 其實現在已經在遊戲裡面可以看到啊 已經出來很久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總之在講他就長得非常的可愛啊 然後他的動作 等級2跟等級3 我們可以看一下 唉唷 就是晃了一下他的游泳圈 啊 這裡有音樂 這是有聲音的 好 這裡就是剛剛動畫裡面有個5啦 應該是動畫裡面有5 外觀的部分目前看到兩種 應該還有其他的 然後現在可以看到兩個 一個是西瓜龍恩 粉紅色好像比較可愛 不過綠色看起來 綠色看起來更像恐龍喔 他技能的部分呢 就是再來一份 每次使用呼吸器呢 急救包 修復工具包 有25%的機率 獲得再獲得一份 CD時間為120秒 2分鐘可以用一次 然後如果等級生強 我看要到等級3好了 等級3的話呢就是50%獲得一份啊 然後CD值時間為70秒 只要你應該是使用掉一份 然後他就有1分之1的機率給你得到 應該算蠻高機率啊 等到等級3的話 因為等級2才33% 那這個技能建議一定是要升到等級3啊 不然你可能 裝了這技能他沒有辦法有新增 呼吸器跟急救包 跟修復工具包 主要這三樣東西 然後CD值的話呢 到等級3的話是70秒 大概只有1分鐘多 10秒鐘 就可以 再 重置你的CD值 然後主要就是呼吸器這些啊 其實我覺得還好 因為 如果你先玩是經典模式那一些啊 其實很好撿到 呼吸器 急救包跟修復工具包 而且再來就是你會少一個寵物技能 因為我現在裝的寵物技能 有可能是凝膠護盾 因為凝膠護盾的話就是瓦哥嘛 你 就是會採兩個凝膠護盾在身上 你在剛降落的時候基本上就有一個凝膠護盾了 然後再打牌位跟經典模式 都還蠻好用的 團隊突襲比較不實用 因為團隊突襲要等太久 團隊突襲我都裝 那個全力投擲啊 就是金漏霄的技能 大家上目前都裝這兩個技能 然後像有些玩家可能會裝這個 防爆破的技能啊 就是有些玩家可能會 他會丟順炸來炸你 他就會裝 血怪毛毛的技能 就是他會防爆破就對了 因為我這邊沒有切換 大家上來講 現在這三個技能比較多人用 然後這個新技能龍恩的部分 我個人覺得使用度沒有很高 然後也歡迎大家留言 你們覺得這技能你會不會想要裝 因為主要他 不是說一定會得到 他是有點像機率問題 二分之一的機率 如果他是說一定會得到一份 我覺得反正這個使用度 會稍微比較高一點點 既然他是二分之一的話 那使用度就沒有到很高 不過跟大家講 就是4月30號登錄就會有了 到時候那天我應該會開直播跟大家分享 所以大家也可以記得當天要領啊 然後可以看到他非常可愛 就長這樣 小外星人的感覺 一隻恐龍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有龍了 我龍就是這隻啊 瑞奇 瑞奇是飛龍 然後這隻是 不會游泳的娃娃魚龍 好 再來我們今天要玩一下團隊突襲阿爾派 很久沒有玩團隊突襲了 所以我來隨便玩一場吧 OK 我很久沒玩團隊突襲了 我在大概有一個月沒玩團隊突襲了吧 因為我這個月都在玩阿爾真法環 那我就沒有玩這模式 因為這模式這邊玩的好膩啊 天天玩 玩的超膩的 不免贖了 我們第一場還是要玩一下 很久沒玩順炸雷 繞一下點 我覺得團隊突襲最重要的是 隊友呢 有沒有辦法輔助到阿 然後如果是跟必從隊友通常 很容易一直跟一直跟就輸了 欸你看到敵人 欸 怎麼沒有人阿 都沒有人前方交戰是不是 通常不是都在這邊打嗎 前面是不是 前面 這邊是有人阿 K一個過去看看 哎呦彈回來怎樣 我看到人 全部在這裡喔 好奇妙 欸 哇賽他瞬間下西羅 結束了 哈哈 這場隊友很照喔 好像我不用出馬就結束了 我想一下 欸MP飯 光輝之主 還沒測對不對 我們來測一下這把槍吧 傷害兩格射速一格 那我忘記裝填下降還是 移動速度比較慢 總之來講 這把是打到敵人會加EP值 之前有在訓練島測過 我覺得團隊圖最重要的是 玩家人品阿 因為有些玩家 他可能打死你 他會編屍或者是做嘲諷動作阿 那我玩家通常比較沒有人品 沒水準阿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跟他們一樣 欸 我看到敵人 外圍 右邊外圍 右邊外圍上一個 可能不怪阿 哇 抬太高是怎樣 抬太高 天花板 今天第一場 手感不是很好 沙漠之音 沙漠之音 應該是想要玩沙台 阿第二場應該沒錢 第三場應該有錢 我覺得官方真的可以出一個摩天樓的地圖阿 如果出個摩天樓地圖應該蠻好玩的 然後可以做大一點 OK阿 我正好隊友不會跟著我阿 不要是跟屁蟲都好 我們到左邊好了 欸看到人了 先收掉 家也沒有人 哇賽 兩隻 還有人還有人 他們家 OK全收 這場隊友很照 輔助做的很好 這模式比較怕遇到 就是隊友可能 死太快 沒有輔助到 其實如果說你們玩團隊突襲阿 最重要一個訣竅 什麼協助一些玩家 就是說你們不要死太快 稍微都找掩體躲起來 然後不一定要開槍 你可以在敵人 判出頭的時候再開槍 就是保護你們自己 先不要死 讓你們可能隊裡面比較會殺的人 有一些掩護阿 舉例來講我現在走這邊 這邊有個點很好掩護 而且比較不會死 這個點 看好囉 欸 走掉了 欸 到了 隊友 哇 有兩隻 有兩隻 到右邊 直接爆頭 他可能會救 可能會救 他們 他們對 敵隊都走外圍阿 所以主要來講 你就是 不要死的方式 就找掩體 那看可以不可以的到 欸 導光阿 炸彈的傷害真的是很低 沒有障礙瓦 真的是不行 OK 吹下去就贏了 只要這把槍我剛剛測一下 他就是加EP值阿 然後看 看那個 傷害量吧 不然就看他 子彈打到的數量 會增加EP值 我覺得就增加的話 就是你可以省錢買香菇阿 可是實際上還講 看你們選擇阿 這把至少他傷害兩個 在對方如果沒有什麼防撞的狀況下打很痛 如果對方有防撞的話呢 應該是暗炎煉獄打比較痛 OK 這次場只有六殺 輔助 OK 六殺四殺四殺兩殺 非常平均 好這個有時候就是這樣 機緣的問題阿 主要我還是希望團隊突擊 如果你們有配到我阿 真的不要跟著我走 因為我是走暗殺流的 我通常是走輔助路線阿 輔助跟偷襲路線 是我比較喜歡的風格 那我剛剛測這個衝鋒槍 因為我最近都沒有玩團隊突擊 這算我最近玩 一個月內的玩了第一場吧 MP5光輝之主 傷害兩個射出一個 裝填速度 喔是裝填速度下降 這把槍造型很特別很帥 可是他主要就是 額外的一個EP值增加 因為我剛才沒有很仔細看 所以你們可以自己看影片的時候 可以看下面EP值加多少 然後其實槍枝很多啦 MP5出太多把了 所以有些玩家不一定想要抽這一把 像按炎煉魚我就覺得很好用 這把在打經典真的超實用 然後幽冥鬼里也不錯 射速又加護甲穿透 然後雷台冠軍是我之前在拿的 迴旋賀角也不錯 傷害加射程 這是你不用開技 你在距離中台的話 傷害算蠻高的 然後光輝之主 我再測一下是可以用的啦 因為 團隊突襲玩家每一場 他們不一定有錢去買防裝 敵人 所以說你打傷害跟打射速其實是可以的 然後如果經典模式通常你遇到敵人 都在中後期都是四級防 那你可能就要拿暗炎煉魚 打的傷害比較高 像目前最高應該也是暗炎煉魚 然後主要光輝之主是增加EP值 好啦主要今天跟大家分享新的寵物 然後還有測一下 那個光輝之主 然後玩家團隊除息 然後大家也記得如果遇到一些隊友 會鞭屍或是挑釁動作 你們可以跟他溝通一下 如果是認識他 跟他說這樣很沒水準 很沒品 讓我們知道這樣做是不對 看可不可以讓我們台服的氣氛好一點 因為現在屁還真的太多了 然後希望這集大家喜歡 如果大家喜歡那天影片的話 可不可以按喜歡 持續訂閱我打開通知鈴鐺 後面我會繼續分享 必發的攻略情報 也記得訂閱Youtube主流頻道 歡迎到玩具頻道哪一頻道 最後推特IG粉絲團 蛇球不恨那就可以找我了 也謝謝你們收看 我們下遊戲見囉 掰掰 請訂閱 按下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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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訂閱 or acá 按下遊戲 按下 security